再看到泰鲁阁族证明20周年的系列活动 15号学龄相公所在穆古墓渝旅游咨询中心办理为期两个月的策展活动 记录着泰鲁阁族从南投迁途到穆瓜溪流域的历史 泰鲁阁族证明满20周年系列活动 第二项则是静态的活动 并且办理为期两个月的策展 主题以综合能高穿越万代 穆古墓渝与生太郎到地景故事策展 记录着泰鲁阁族从南投迁徙到穆瓜溪流域的历史 让大家前往欣赏 穆瓜溪流域上游这一带 几乎都是我们德鲁阁的祖先建立的部落 那在更早以前 在比德鲁阁更早以前 是叫做迪格拉 现在叫做迪格克斯 那他们在这里从能高越岭 一直到天长山 到整个穆瓜溪中上游这一带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两百年 建立了好几个部落 那这一次的策展主要是针对他们 那我们这一次也是到了部落遗址 大概海拔九百到一千两百公尺的高度 分别有满洋 还有斯卡亨这几个部落 那个部落的现况 遗址的现况 去做一个踏刊调查 那所以这一次的策展主要就是 这个有关那个族群迁徙历史到他建立部落的这一段 当然还有进入到大概一百年前 国家体制进入之后 他们的一些跟殖民政府的一些互动的情况 所留下来的景点 那里面有很多故事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听来看的一个策展 修议厂长文贵表示 泰鲁阁主正名二十周年了 修议厂共和所并且规划系列活动 为了就是要唤起泰鲁阁主正名精神 以及正名过程的辛酸史 最重要的就是唤清泰鲁阁主的生日 围起两个的策展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主线的生活智慧 记得终于休想报导